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鼎盛街的生活频道 我是黑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杨雾 上期那个养老金一发出来之后 就下面很多评论啊 就是我们这样算不是很公平 嗯 就是 嗯 觉得你拿2000澳币 就相当于是国内2000人民币 哈哈 对 所以就觉得其实生活水平 就是也也比较一般嘛 所以我们这期还是跟上期一样 就把这边的一个超市的一个官网 打开来给大家看 看一下这边的一个肉多少钱 是吧 菜多少钱 米多少钱 嗯 对 然后你自己在这边挣的钱 它的一个购买力是怎么样的 嗯 要把结论提前来讲嘛 我怕有些观众 哈哈 没有看到最后再关掉了 嗯 结论是什么 因为我刚才跟Hidy有大概做过一些功课了 嗯 我们结论是 好像差不多 对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吃惊 那我们就算了账让大家看一下 对 对 欢迎反驳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讲 好吧 首先我们就是说提前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买肉啊 就是荤菜 我们叫荤菜类的话呢 我们通常会去澳洲比较大的两家超市去买 因为肉制品这种行业就畜牧业的话在这边只有大公司才能做啊 但像那种呃就像那种蔬菜类的水果类的那可能有一个小农场主他不需要一个很大的brand他就品牌他也可以自己把它做起来 所以说通常来说我们去买蔬菜水果的话呢会去那些market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说的那种菜场 嗯啊菜场如果是买肉的话呢就会去两家比较大比较大的品牌超市啊有点像国内什么概念有点像国内的大润发超市啊我们我们先看一下荤菜吧 荤菜的话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这边的猪肉价格猪肉的话啊国内买的比较多就五花肉吧嗯五花肉大家都吃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五花肉多少钱五花肉的话这边澳洲是叫poke belly吧差不多是16澳币16澳币一公斤的话差不多乘以五的话就是80块钱人民币一公斤 嗯啊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这边伎粮单位都是公斤国内买菜好像是一斤比较多是吧对对 所以大家要注意对要要注意换算一下就ok了一公斤哦就差不多是国内的两斤这个样子嗯啊然后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刚才跟海底在这边看到就是说呃这边的猪肘嗯北方人叫猪肘我们我们南方叫什么猪蹄猪蹄胖嗯啊猪蹄胖嗯猪蹄胖嗯猪蹄又是比较小的猪爪嗯他们北方人叫猪爪嗯我们叫猪蹄嗯北方人的猪猪肘就是我们在蹄胖嗯对蹄胖的话在 所以外国的话是在澳洲吧在澳洲是卖六块五我我经常会买六块五澳币也就是说差不多是三十多块钱人民币一公斤嗯三十多块钱人民币一公斤我刚才跟海底在那个大人发的超市上面查了一下对好像是六十啊所以说就会发现哎澳洲的蹄胖好像卖的比国内要便宜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澳洲人吃肉 他会觉得说瘦肉嗯是有价值的呃皮还有肥肉嗯都是不不值钱的东西嗯对所以说在这边提胖他会认为是一些呃怎么说呢就不太健康就健身人是不太会吃的那些东西嗯呃他们就会卖的特别便宜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意外的一个发现好猪肉这边差不多就讲完了吧 来看一下后面应该是肌肉吧肌肉应该算比较多的啊肌肉就很有意思了就跟国内的情况就反过来了我们刚才跟那个海底看了一下就是说呃像鸡翅啊鸡腿啊我觉得差不多的嗯价格差不多差不多应该在这边卖三块钱一公斤吧鸡腿很便宜鸡腿啊三块钱一公斤嗯折合人民币的话是15块钱啊一公斤15块钱一公斤嗯鸡胸的话 哇国内就卖的很便宜了因为国内觉得国内人觉得说啊鸡胸肉很柴嘛其实吃起来不好吃嗯但在国外的话呢鸡胸肉一般他们都觉得说是比较健康的肥肉比较少嗯所以说这边的鸡胸肉要卖到9块澳币一公斤那就是45块钱一公斤鸡胸肉整整只剂的话好像也不是很贵那6块5一公斤吧但是那要说就是这个还是free range对但这边的这边的 整鸡又不太像国内那种鸡我知道国内鸡很好吃它有那种什么老母鸡什么三黄鸡啊这种就就很好吃比较适合做白斩鸡这边的鸡都是那种肉鸡肉鸡你知道吗就做成那种烤鸡的嗯说实话肉的味道其实是没有国内那种鸡好吃嗯好吧鸡的话就讲到这边啊OK后面来看一下牛肉啊牛肉的话应该大家想象应该能够想得出来应该是澳洲会比较便宜一点嗯 因为澳洲也是一个产产牛大国吧牛肉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出口嗯呃看一下最普通的一些牛肉吧牛肉的话就是那种古四牛嘛古四牛的话在澳洲应该算是比较便宜的因为吃玉米的嘛他不吃草的嗯呃这边的话古四牛的价格是一公斤是8澳币啊8澳币比较适合那种大块他们通常在超市面都是两公斤起卖嗯呃做一些卤牛肉啊什么的也说实话做卤牛肉还行做做那种就是 做菜那种牛肉呢又不太适合嗯呃40块钱人民币一公斤啊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国内的那个牛肉价格嗯嗯这边牛排的话呢就不是那种古四牛了他们做牛排的话通常都是选用那种草四牛啊吃草的嗯呃牛排他根据部位了有些牛排他比较嫩的那些部位呢就比较贵通常会卖到澳币差不多30多30多啊4050的也有但那种都偏向于什么澳洲和牛啊什么的但我们一般 老百姓一般在澳洲老百姓也不是吃澳洲和牛了通常吃一些什么安哥斯啊或者怎么样这种牛差不多30多澳币了然后比较 硬一点的就是什么要这种炖牛肉啊什么的这种比较硬一点的部位呢差不多要卖到呃2020左右啊所以说这边如果你要呃呃买炒四牛肉就要做一些菜的牛肉的话呢就 差不多均价的话可能会在25块钱25块钱澳币一公斤啊折合人民币的话差不多 是120块钱嗯一公斤这个样子后面看一下鱼吧就海鲜类的海鲜类的话这边分两种一种是比较便宜的比较便宜的海鲜类的基本上都是从越南进口呃虾的话越南虾的话在这边卖是卖十几块钱吧差不多应该折合人民币是80块钱一公斤通常来说本地老百姓还是比较倾向于买一些澳洲本土的一些东西澳洲的虾的话通常来说比较大家比较常吃的就是呃香蕉虾 嗯香蕉虾的话在这边价格通常来说会卖到19到22呃澳币一公斤折合人民币的话差不多是100到呃100到110块钱吧那像国内我知道有一些他们说有一些叫什么国内叫班杰虾吧可能在这边的话他就叫老虎虾老虎虾的话应该算是比较贵的一种虾 呃在澳洲的话是卖到30多吧353540看大小不一样嗯那折合澳币的话差不多应该是170呃折合人民币的话差不多是170块钱一公斤嗯啊好虾讲完了之后 讲鱼吧这边主流的鱼差不多应该三文鱼吧嗯三文鱼买的比较多三文鱼的价格是呃应该是30吧通常来说30上下30上下呃30块钱的话差不多折合人民币是150块钱一公斤啊像国内的我知道有个国内的比较熟的那个叫鲍鱼吧嗯鲍鱼我不知道国内卖多少钱在这边的话是13块钱澳币一公斤 折合人民币的话应该是65块钱嗯65块钱一公斤啊鲍鱼啊讲一下大米吧嗯大米的话在澳洲的话有一个自己牌子叫Sunrise嘛嗯它的大米的价格是24块钱澳币10公斤嗯嗯啊折合人民币的话一公斤应该是12块钱一公斤嗯我觉得可能还是国内会便宜一点嗯嗯国内我估计价格的一半吧啊接下来就是什么蔬菜水果类吧嗯 像这边蔬菜水果类的话呢通常就不在官网walls上买因为walls就那两大品牌超市它里面的蔬菜水果相对来说会比较贵一点通常我们会去像market就国内那种菜市场就是那种农民他自己种出来就直接车拉过来卖那种嗯它价格我刚才和国内的那个什么大人发比较了一下基本上差不多青菜的话三颗吧三颗青菜它是卖一块钱澳币在这边三颗青菜 一块钱澳币那折合人民币就是五块钱五块钱三颗青菜好吧生菜的话应该是两块钱吧生菜一颗那种圆的生菜嘛国内的它是两澳币一个啊就折合人民币的话就十块钱但是我感觉这边的蔬菜它的价格起伏可能是因为它的极端天气可能比国内要多一点所以它有的时候蔬菜价格起伏会比较大对嗯比如说有的时候就拿番茄取例好了对平衡的时候可能两块多三块多一公斤 所以两三块钱贵的时候它们卖到六七一刀对对对嗯还有什么比较有名的就苹果啊苹果大家比较常吃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在澳洲这边苹果差不多卖三块到四块钱澳币啊一公斤差不多一公斤就折合人民币就十五到二十啊不知道是不是比国内要贵一点嗯我觉得这边绿叶菜还是相对贵啊比如说什么韭菜嗯嗯小小菠菜嫩的那种香 小菠菜小菠菜什么鸡毛菜对黄瓜很贵黄瓜一根的话要卖到两块钱两块澳币因为这边绿叶菜不是澳洲人主流的消费的那个对它比较倾向于那种根筋类的什么胡萝卜土豆嗯洋葱这这个是老外常还有南瓜哦南瓜南瓜他们也常吃所以说这种根筋类的是他们吃的比较多的嗯我看了一下根筋类的基本上和国内 所以价格差不多价格差不多绿叶菜的话确实要比国内要贵了嗯啊比较出名的其实是调料生姜大蒜如果你是澳洲产的生姜大蒜那就巨贵经常会看到四五十块钱一公斤嗯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是有选择就很多market里面他会买那种呃就外国进口的那些什么印度进口的那些呃什么生姜粉啊或者什么中国进口的什么大蒜头啊什么那个就很便宜 可价格和国内其实差不多嗯很大的一包大蒜头大概就卖个三块钱三块钱奥比其实国内的现在呢因为我们也没有说在国内菜市场里面去买过东西嗯所以具体我们也只是看了一下那个手机APP上的那个价格看了一下大人发的一个价格比较了一下基本上常见的那些食材没有说差特别多好吧总的来说像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就是说肉的话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 肉啊鱼啊应该差不多虾也是嗯肉鱼虾应该差不多大米的话确实是如果不打折的话确实是国内有两倍啊两倍价格呃蔬菜水果类的话呢水果和根筋类的差不多嗯绿叶菜的话确实要贵一点然后剩下就调味料贵调味料确实贵嗯还有一个可能是咱们华人喜欢吃的豆制品也比较贵啊对之前有的评论在下面留过豆制品比较贵因为老外他不吃豆制品嘛那这边受众他就比较小对 那寿终一小的话他这个东西卖的就很贵了一盒一盒豆腐很小的一盒大概200克吧嗯他卖三块澳币吧那如果你大盒的话他要卖到四五块钱四五块钱一盒豆腐那折合人民币要二十块钱还是还相对来说还比较贵的嗯我在国内买那些豆制品基本上家里兜里面揣个五六块钱应该就出门了对对嗯我觉得今天应该跟大家讲的还差不多比较多了对其实可以大概给大家一个概念啊刚刚朱尔说比如说你小夫妻两个人生活你大概一周 买菜有多少钱他说一百澳币是不错的了一就是说你要你要算着打折的东西去买嗯啊然后不要去买那种特别高档的比方说我买虾我就不会去买那种老虎虾我可能就是买个香蕉虾我就可以了我买个肉我可能就不买那个什么古炒四牛了我去买个古四牛牛肉就就可以了那你要是算着打折或者算着那个就是品种去买的话呢基本上一百块钱就够了嗯啊一百澳币啊 一个星期一个礼拜买菜钱啊还包不单单是菜了还包括那个什么什么酸奶面包啊这种乱七八糟全部算进来嗯嗯一百澳币啊但如果你想吃的稍微好一点然后买菜的时候呢不太想去看价格的啊就今天不打折我也想吃嗯这种比较随意的去买呢基本上一百五十澳币啊基本上就是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啊这个一个消费水平吧这个这样的话会比较直观一点嗯嗯可以算一百五十澳币一周呃就是 一个月差不多六百澳币对吧三千人民币嗯那我们讲到这儿可能大家就会发现哎澳洲的他的一个生活开销跟你在国内比如说一二线城市在你日常的这个开销上买菜啊什么的买水果啊就差的不是很多但很多这个这个差的多不多要要屏幕前的观众来来来来讲我们也不专业因为你也没有在国内提过篮子买过菜然后你说差不多就差不多不对啊我已经预料到肯定是小姑娘在国内 肯定是没有过过日子的哈哈哈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还说澳洲的那个开销会比较大呢到底贵在哪里呢呃我觉得一呃我觉得是贵在那种呃小商品我们说的那种就中国制造中国制造梅丁餐的那种东西确实贵就我们我给我感觉就是义乌产的嗯就只要是义乌能造的东西在国外就贵啊什么电子秤啊啊比方干电池啊或者什么充电线啊对水壶啊水壶啊盘子啊 这种可能就是国内要便宜了还有给人感觉贵是因为他人工比较贵嗯你出去吃顿饭但凡这个这做菜是要厨师的不管这菜做的好吃不好吃它就是贵嗯他就他就他就要贵像这边15块钱一碗拉面我都不知道觉得都没啥好吃的我刚我刚到我说我一看我去我买个炒饭我50人民币都不够然后就不是很舍得在外面吃啊对对因为这就是他给人感觉就比较贵的一个 原因就是他主要人工贵还有就是对找人干活嘛什么水电工啊什么这种就很贵啊这就是为什么蓝领在这边日子还过得比较不错他就比较人工比较贵啊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了啊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记得点赞关注加转发嗯嗯好谢谢有喜欢的话题请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嗯那我们就下期再跟大家再见了拜拜好拜拜那最后请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因为我们的频道不仅有澳洲高质量的房产内容还有澳洲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相信你一定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澳洲哦那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